哈喽大家好我是幽灵 欢迎来到全面战争模拟器 这期咱们又回到了悬崖地图 在悬崖上我们使用符文法师 来和一些兵种对抗一下 看看有什么奇特的效果 首先第一局我们就来看一下 某马相的效果 变成狼人 我们要等待一下 等他恢复原状 恢复原状以后 某马相是屁股倒着冲刺过来的 然后顺着这个悬崖就爬了下去 太奇妙了 接着我们来看小推车 小推车上的一个农民 已经是变成了狼人 然后小推车是卡在了这里 动不了了 符文法师用他的符文盾牌 再敲了一下小推车的驾驶员 你敲车子没用啊 你要敲他呀 然后把车子也变成了狼人 这家伙这样才掉下去 看看弩车是怎么变成狼人的 弩车的车身变成了狼人 驾驶员还是一个存活的状态 哟 这个狼人突然跳上来了 恢复原状以后又多了一个驾驶员 神奇啊 好神奇啊 牛头儿和某马相一样 都是有冲刺技能 我们来看一下 他恢复原状以后的效果 哎果然是倒退着冲刺过来 谁胜利了 还是红方获胜 看看喷火龙是怎么变的 最前方五龙的家伙变成了狼人 现在掉下去了 符文法师 是用盾牌挂在了悬崖上 哎 我就是不掉下去 不停的在跳 想把符文法师蹭下去 我不 神奇剑应该是和弩车差不多的 哎果然是啊 人还在 所以还没有判定身负 哦 你这次自己走下去的 对吧 我们这边蓝房一动也不动啊 咱们再来测试一下骑兵 马没事啊 把人变成了狼人 再来看一下达芬奇坦克 坦克变成了狼人 把达芬奇抱着摔下了山崖 和大炮来玩一下 变成狼人的一瞬间开炮了 符文法师被击飞 哦呦 狼人又跳了回来 马上恢复原状了 果然 嘿 你这炮是怎样发射出去的啊 中间隔了一块 哦呦 他还骑了上去啊 判定蓝方获胜啊 因为符文法师是率先被击飞的 而且这个恢复原状的大炮 已经不算是红方的人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围巾战船的效果 战船变成了狼人 然后坐在战船上面的人啊 现在是浮空在行走 恢复状态是什么形状 诶 这船是被卡在这个悬崖的这个夹层当中了吗 你看 哎果然是 就停在这边了 太奇妙了 看一下战熊 变熊还是变人 变熊 哎呀上来就是一锤子 毫不含糊啊 老人跳了回来 恢复原状 咱们也有锤子啊 别跑 看看坦克怎么变 和围巾战船是差不多效果的啊 现在他们也是在空中行走 这两个一左一右干嘛呢 在玩杂技吗 隐熊是应该是变球 果然 套路都是一样的 没球了 没球没事 他还是可以召唤的 我都听见隐石的声音了 隐石来咯 基本上变狼人的套路 咱们已经熟悉了 其他的一些差不多的角色 咱们就不去一一演示了 这一期的节目 也到这边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会